哈喽,大家好,这是时光,欢迎收看这期的游戏时光,咱们今天接着来看这个无心迷途,归异妙,归异其妙夜,是吧,这个活动的其他部分啊,之前我们是大致的揽了主线,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一下额外的内容和另外两条线,另外两条线呢,我是已经打通了,然后直接在剧情里看就行,然后这边我也是把所有支线,你看,都打完了,可以从这个电子导览这一块看看这些信息,比如说恩菲尔,是吧, 然后有麦昆,是吧,一个狂级,一个危机 好,麦昆是不是得打那个利沙的条线才能处罚啊,还是给大伙看一下吧 然后这边是其他的事件啊,首先是营救局长这个看过了吧,幸存的展品 那我能说说这次活动里面很多里面就是这种所谓的艺术品是真的有艺术价值的啊,就是有观众跟我说的,但我不确定 因为我对艺术这一块确实也不太懂 以及这个真言雕像啊,这个真言雕像,它是,好像是一个,哎,它是什么来着,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真言雕像都触发的话,会,就都找到的话,会触发一段它的剧情 就是它也是变成雕像的一个人,它生前好像是靠造假呀,还是干嘛呀,来养,养手下的人 我现在记不清了,看两遍都没记住,我的记性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人,它被变成这个雕像之后呢,就只能说真话了 它一直在问我们问题啊,它的玩法就是,它会问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回答它的问题,回答对了,之后可以通关 到最后的话,局长还问了它一个问题 问你是什么人,因为它是真言雕像,它不能说假话,所以就把它,把它的自己的身份告诉我们了 告诉了我们之后,它就变成,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周五忘了说生日快乐了,没事,啊,谢谢你的生日快乐 然后影子少女呢,是模仿各种机密者的样子,就是那个看见影视机密者那个东西啊 它并不是柯西本人,它有点像之前哈梅尔剧情里面,模仿哈梅尔那个东西啊 有点像那个海 但是它似乎是阴影中的一个,就我记着啊,它最后跟柯西对上了 就真的柯西出来了,那柯西用的是那个 大灰狼,它穿的是小红帽的装扮,就是这次卖的那个活动皮肤啊 最后这个,这个影子是作为影子,因为柯西就是操控阴影的嘛 是作为影子,被柯西给吸收了,好像是 就是作为了它影子的一部分,这个影子少女 然后就说柯西之所以穿着小红帽,是因为它害怕 它害怕这个东西 可能因为它不想被别人发现,然后小红帽这个服装太显眼了,我猜的 它心底里害怕被别人发现 剩下就是一些 发现的艺术品了,是吧 这个叫孤独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是吧 这个叫什么呢,雕刻者 好像看过了,恐惧 奇怪灰迹啊,他们说这个这些艺术品有很多是致敬了就是现有已有的那种艺术品的 大理十岁块 母亲与我 真实与虚假 这像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 靠在一起 末世之我 像一张脸被铁栏杆给分隔了一样 脸向外恐惧在内 风的痕迹,一坨答辩 睡在恐惧下的人 真实之人 这个真实之人好像是那个恩菲尔他爸的成名作吧 女人躺在地上有什么已经降临 她试图抵挡黑暗 最终却只能用手遮住阳光 真的不是恩菲尔他妈妈 他们说很多后续剧情应该在审查里面 我们待会儿今天就来看看审查 等把那条几条线看完之后看看审查 其实在之前的活动也是这样的 很多剧情在审查里补权的 但我之前审查我一直没来得及看 石峰的痕迹 什么 永生哭泣 商业艺术展上的画 以及索西亚 好,这边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描述是吧 这边空两格应该是就是没有吧 我觉得还是说我没找到没出发了 不应该吧 有人出发了没有 有人出发了可以跟我说一声 因为我你看我已经把所有的都探索了 当然可能是因为我是第二幕的原因 我大号是第四幕了吧 我感觉去看一眼 第三幕 但是我已经没有票子了 只能等明天再说 但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好奇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其他两条线的剧情了 在管理局的档案室的特别行动里呢 可以看到每一次活动的这个剧情啊 都可以揽 你看之前我都是百分之百 这次呢也是百分之百 其实如果你之前就算不是百分之百 你还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到哪里缺了啊 就给它补上啊 我们是从哪开始的 我们是从这个破检开始的吗 我有点看一下啊 是不是破检啊 啊破检是他们俩 那我就跳过了 我们从从开始吧 从第一个是赫卡蒂和女仆条线开始看起啊 感知 真是个调查的好环境 安静又整洁 计算 比辛迪迦的情况好三百一十九倍 判断 与管理局的移居程度相仿 并且存在更有趣的事物 雷比尼斯 你能感受到枷锁吗 回答 不能 但雷比尼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寻找主人 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啊 雷比尼斯应该不算禁闭者吧 他是个机器人啊 他也被狂恶感染了吗 但是 按理来说他身上应该是没枷锁的吧 他还挺特殊的 毕竟 这里的状况很诡异 虽然他是浮管级 但是他可能不是禁闭者 明白 但我更想知道 现在所处的狂恶场 环境如何 狂恶浓度目前稳定在B加 但仍有上升的迹象 按夜音符官所说 我们需要尽快去 这会儿艾北潘和那个海拉在那儿斗嘴呢 我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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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比尼斯是人 但除了中枢全被机器改造了 这样的吗 那他被狂恶感染了吗 是因为感染他改造了吗 他是不是在他的那个审查里面讲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审查 我还没审查到他 同伴 管理局并没有拍来新的 亲爱的朋友 欢迎来到贝尔分阁美术馆 我是恩菲尔 今年唯一的参战者 也是您这趟艺术之旅的导流 温馨提醒 当前管内人流量较大 还请您注意安全 并保管好 人流量较大吗 不是就他们几个吗 感谢QI饭团的快乐水 谢谢 人流量大 难道没出来的人都被关在这里吗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要尽快找到局长才行 当然 这是任务队列第一优先 我会找到局长的 提问 恩菲尔 你作为场馆内的导游 能否定位馆内人员的位置 请稍等 检测中 在检测的期间 我可以为您介绍 美社馆内各个功能场区 是死医 我们要赶快进去才行 不然局长 情况十分复杂 我们还需分析 我们 无法定位局长的具体位置 请开门 我们没时间了 检测到一位访客 其正在缓慢移动中 距离为三十七米 若要进入油画区 请提交有效票据 准备一下 雷比尼斯 情况紧急 一问 是准备门票吗 看来 是需要准备开启加证模式 请看 作为优秀的工具 第一步 是要学习适应 另外 修缮费用 与入管费用 就由管理局后续支付 通知 威胁已完全清除 未发现主人的踪影 局长 难道躲起来了 这边他是直接跳过战斗了吗 还是说没到节点呢 推测前方可能存在更多死意 同时在试图连接加锁时 在附近的柜子里面 检测到了微弱的手机信号 去找 你在哪里吗 我跟你拼远 你们这些怪物 呀 又是一个新NPC吗 每个人路上都有个NPC是吧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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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呀 机器人 临场反应 第一反应是海拉什么 你有什么目的 为什么会躲在 海拉不是这样的 但是 可能因为我听多了 你问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那个 我的名字叫沙夏 是一名户外主播 他是户外主播 来这里是因为 是观众们投票要求我来的 因为他们说 这里很吓人 我没想到去碰到了这种怪物 而且还没有信号 这么大的事不能直播也太浪费了 这就是主播的心情吧 对了 既然你们能把这些怪物都打倒 你一定就是传闻中的禁闭者吧 一定是吧 开拍了 你没有知道的必要 呜呼 没想到一次性能猜到正确答案 呜呼 小姐一百分满分 既然如此 能给我表演一下那个吗 呜就是那个 之前产在环甲公馆上那个学一样的东西 他们又不是狂级的 因为要求有点高啊 新城人 不该是很害怕禁闭者的吗 说是这么说 事情我也很害怕 但是你们现在救了我呀 而且关于禁闭者的一切还给我带来了流量 大家都来我这里讨论禁闭者 我怎么会害怕你们 真实啊 在这新城里不管大事小事 只要是能让大家讨论的事 这都是好事 哎 这地方好讽刺的我感觉 还有还有 这艺术馆里的环境更吓人更恐怖 你那条大蛇还要恐怖 什么呀 虽然我这样说不太好 就是有一些 纯做吃瓜类型的主播啊 就是这样的 哈哈 不管好事坏事 只要是能让大家伙乐一乐的事 就是好事 我平时也看一些的 因为我也想了解出了发生什么事了 说好听点呢 是帮大家了解自己发生什么事 说白了 说不好听点呢 就是吃人选馒头 是吧 我怎么说呢 我劝啊 就是做吃瓜内容的主播 希望能更多的拿出自己的内容 吃瓜可以 但不要是主页 那样的话 怎么说呢 我会觉得 就是良心不会不安吗 你长的每一个粉丝 都不是因为你而长的 不是吗 像踩着别人尸体上位一样 之前不是有一个经络啊 同意 判断 完成任务为 最高优先旗指令 雷比尼斯 只会保护主人 喂 你们要去哪啊 喂 别把我丢架 我还有陆素材呢 没了你们 我该怎么办啊 上次我只是随手一拍 都有那么多人注意到 这次我要全程拍摄 我要让新城所有人都知道 那我猜可能 看我的 应该没有这种 这种主播吧 我的核心还是觉得说 要有自己的内容 就是不能把吃瓜 当成自己的核心内容 那样就是人血馒头了 是吧 好 确实刚刚那就是第一段啊 可能是中间插了一段打斗 打斗之后应该还有第二段剧情 就是他们在进门的时候 遇到一大群死意 后面直接接的清理结束了 应该就是接了一段战斗啊 啊 这是什么东西 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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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wwwattps的灯牌 这名字很网络啊 接的准备奖命 哎呀这个设定里面赫卡蒂和雷维尼斯都挺强的 就是单从设定上来看的话 管理局内的情况更糟 可是那不是有人从画里钻出来 不要再跟着我们了 你会死的 听到了吗大家 这就是禁闭者 强大的力量 他们在担心你的安全 你还跟着拍呢 上次有个主播直接叫你王指哥 这样的吗 倒也简单 你看王指哥就三个字是吧 wwwhtps要念好长 无所谓 我不会保护他 无所谓 我不会出手 蛮梗是吧 同意 但 有一个问题 他是否对你的心态产生了影响 找回局长是最优心事项 不必在意我的状态 否认不是关于你救下的人本身 而是你受影响 带着我们走到了错误的方向 这恩菲尔就像个小爱同学似的 或者像个Siri 他和佐诗哪个更讨厌 感觉还是佐诗讨厌吗 就凭我的印象来说 佐诗还是更讨厌一点 话说回来 你们知道之前来的人都到哪去了吗 明明那个恩菲尔说有很多访客 可我现在连一个活人都没有拍到 推测是访客变成了死意 不会吧 当然是开玩笑的 这里完全没有人类的气息 怎么说呢 这个主播他至少没有那种身为人类 对进密者的蔑视 或者说是歧视 佐诗是对进密者有歧视的 他害怕进密者 这个主播他只是单纯的就是 钻流量眼里去了那种感觉 我记得有一天突然就消失了 是有什么瓜 你看就像是发现宝道一样 迅速靠进进密者 真的啊我感觉 坐实了 这个这就是一个那种 四处搜寻瓜的那种网络主播的 形象 这不是你能知道的事情 真无聊 你们这些禁闭者 能不能说点有意思的东西 这种路波动没什么爆点 还有 我们是不是又走错路了 回答 是的 而且这已经是第12次了 我的能力被干扰了 就连孟严也不知道 真正的道路在哪里 你的能力原来不是召唤孟严吗 我以为你的能力就是召唤孟严 哈哈哈 原来你还有其他能力啊 我当时没仔细看那个赫卡蒂的那个能力是什么 就我一直对赫卡蒂的印象就是一个 宠物小精灵训练师 带着梦魇就是没了梦魇他就啥也不是了 我相信机器人一次 但也只有这一次 不 你应该相信工具 工具没有感情 不会被感情 或是感性思维所左右 我们只遵从数据 分析在先前的12次尝试中 此类型的岔路疑似存在一种规律 带有标记的一侧存在83.3%的死路概率 不选择无标记的一侧前进 得意作为工具 雷饼一丝更 这个嘴角扬起 好 这边应该是打完怪了 刚刚是经过了一个战斗 什么什么营销号啊 注意看 这个主播叫夏夏 行 不是说没信号吗 怎么还能播啊 你这录播是吧 就是路线 录像吊弹幕是吧 你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感情 历次做出了不理性的判断 甚至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 你不能完整的执行指令 更不如你口中的机器人一半优秀 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会这么想 但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怎么了你已经摆烂了啊 我就烂 在幻境中 是局长用他自己的感情拯救了我 我的感情不是多余的东西 我会保护好局长的 当然 既然你对局长既没有感情 也没有忠诚 只把这次营救当成指令的话 少了点字吗 那就闭上嘴找到主人 他少了点字啊 有些字他没有打回来 但是他说了 禁闭者居然还有机器人的吗 而且他还没有任何感情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一组 其实还有他们聊 其实也有相似性 雷比尼斯是纯纯的工具 而赫卡蒂是把自己当成工具 他是一直说啊 如果是局长的命令的话 我就会照做 如果是命令的话我就会照做 但是他现在好像也不一不太一样了 是吧 他在可能是在审查 或者在之前的那个活动中 就是那些剧情里面 局长通过感情拯救他的时候 他现在也正视自己感情了 允许自己有一些感情 他们属于一个是工具 一个是把自己当工具 这下就有意思了 而且 好奇怪啊 禁闭者之间还会吵架的 同意 既然你对我的意见如此 我会尽快完成任务 并且与你分开 重复 多余的感情一定会害了你的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 是真的吵架了吗 为什么 这样好无聊啊 你之前还要无聊 尝试失败 记录次数 31 这幅画 好奇怪啊 疑惑 难道这是AI AI作画可爱心 猫咪和主人的画像 画像的阴阳角落里还散落着像是机器人的零件 他的名字是失去 现在主人还在等我 三型智能女仆会一直执行指令 除非 除非 确认任务目标死亡 真是个冷酷无情的机器人 你说对吗 有只猫挣扎着爬出画作 那好像是一个晚上他失去的一一切的一个晚上啊 这就是雷比尼斯的故事吗 你们在看什么呢 看画 这里的猫猫好好看啊 看起来就很好 好软 别碰他 别碰他 这幅画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他 就好像 在独取我的精神 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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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大哥 你来了 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吗 玛丽 是她的前主人吗 开心麻花的 你是忘记一切的骗子 不守信用的骗子 雷比尼斯 这样吧 久别重逢也不容易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消灭这里所有的敌人 这是作为你主人的玛丽的命令 果然是前主人啊 这里没有玛丽 你清醒一点 准备启动 准备启动 战斗形态启动 不够 完全不够 不够消灭他们 完全不够 拓载模式准备启动 拓载模式准备启动 好帅啊 这才是经济学应该有的样子 浑身都在发好光 快闪开 消灭 消灭 消灭一切 玛丽的敌人 我不会再让玛丽 被你们伤害了 怎么感觉会被策法呢 是呢 保护玛丽 过载模式启动 啥情况 雷比尼斯 快停下 我是赫卡蒂 是你的伙伴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靠近你了 永远不会 我要把一切 一切的坏人 都从这个世界上清扫掉 你看 这不是宝可梦训练师吗 皮卡丘 使用十万伏特 又是一只 脏东西 该被我清扫了 它 它是不是有一点不对劲 而且 这里的怪物也越来越多了 你该离开这里了 接下来 是禁闭者之间的事 不行 我要是走了 我就白到这里了 好家伙 你真的会死的 我要流量 我要观众 我要大家都来看我的视频 哈哈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我不能走 我不敢 你是 你是禁闭者对吧 你是会保护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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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东西正在 拉住我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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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孟爷 快拉住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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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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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办 局长 我该怎么让一个机器人停下来 他的样子 很像是程序失控 但 我完全没有维修机器人的经验 要是局长在的话 就好了 这真的是程序失控导致的吗 只有人类才会有这么纯粹 有这么强烈的情感 确实啊 这边要讲了吗 他是在这活动里面穿插了对雷比尼斯的描写吗 雷比尼斯的中枢搭载了一个人类的完整神经系统 这样算是 还帮我回忆一下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说实话 你不帮我回忆 我真不知道了 雷比尼斯中枢搭载了一个人类的完整神经系统 我不知道 你就 就类似于亚当重锤 除了脑子 除了神经 全是全是机械了已经 好奇 你跟我很像 你也要等待指令吗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如果我们一样了 只是他的感情同样被抑制了的话 难道他不是什么国在 只是他很伤心 他不熟悉这种感情 但我明白 雷比尼斯正在重温自己失去的 重要的人的恐惧 我要用现实去击破围绕着他的恐惧 用你我最真实 最不想失去的东西 哈哈不知道为什么就好逗啊 你说过的 要一直保护我 没错 我说过 我说过 你说过的 要一直给我做好吃的东西 没错 我说过 我说过 你说过的 我们要一直在这里经营餐馆 没错 没错 你 又失败了 即便在这里 你也做不到 但 谢谢你 雷比尼斯 我估计玛丽已经嘎了 谢谢你 还能保护我 最后一次 都怪我 都怪我 怪我 没有力量 怪我没能保护好你 我是没用的机器人 我是没用的女服 就连这种事 都做不到 不 你已经很厉害了 你是 你把现在的主人 保护得很好 可是 我 我们 要一同前进才行 不对 不对 局长他 很危险 我不能再失去更多东西了 失去玛丽已经够了 我不想再失去局长了 局长很坚强的 他一定会等我们过去 再相信一次你的主人吧 我还能吗 我还有机会吗 一定还有机会的 喵 呼呼 好像做了一个很长 又很害臊的梦呢 不过 应该没人记得吧 如果可能的话 我也不想记得 嘿嘿 这是同为优秀工具之间的羁绊 警告 不可以告诉其他禁闭者 也不准向局长倾诉 我答应你 精彩精彩 没想到 居然用这么快的速度 便挣脱了内心的热点 不简单 这个大力荷导览 我一直觉得 他是一个 你这个智商有点太高了吧 他这根本就不像一个AI 我觉得他甚至他那个 这个智商啊 就比 有人类神经系统的雷比尼斯海高 你看雷比尼斯那个行动 那个说话方式 就像机器人 这个大力荷导览 就像有人在后面 后面在说一样 他根本就不像一个AI 说实话 黑是什么意思啊 原批是吧 小心成为他的妇女 就算这样 你们也还要继续前进吗 当然 局长一定在那里 这什么工具人的默契 我刚才是看了六吗 六看了吗 人类 雷比尼斯 六看过了 看漆了 看漆了 地狱之门 他是恩菲尔早年最著名的作品 诞生自入夜109年 他是高速加转型的开端 恩菲尔开始寻找独水 当然 既流传更广的 沉浮 沉浮于 又是恐惧的幻影 枷锁 但那不是人类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 这么长时间都跑哪去了 我这个地方感觉是一样的 他为什么分了三次呢 看前面看前 沉浮于我 救命啊 局长别打了别打了 应该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吧 如果这是真的一样的话 他应该是合并在一个的才对 那不是局长 什么恐惧幻影啊 扫描完成 主人就在附近 但阻碍过多 紧急启动清扫模式 设置为最高级三档 那都是艺术片 短路的处理器才是最大的障碍 等等快住手 下一步恐惧要来了 别怕 那不是你们会恐惧的东西 你还来 换一个说法 无所谓感觉这个地方 选什么都行 反正现在到现在还一样 开头一点好像不同是吗 后面是一样的是吧 好感人的重逢 可不能在地狱之门前九 这声音 咱们两个人 咱们两个人 要是哪一样的 这一点 我以为是 还是哪一场 要是哪一场 哪一场 哪一场 我们是哪一场 局长的幻影 都叫局长的幻影 我对比一下 和第三章的开头 哪有什么区别 就第三条线 还是有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共同看到 地狱之门的反应可能 这两个人可能是没反应 你看 点错了 你看 这俩人没反应 海拉是有问了一句 那是什么玩意 然后这边大梨花 老懒才开始介绍 对吧 介绍完了之后 就出这个了 海拉是有问了一句 那是什么玩意 行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先看这个吧 先看这个 丽莎的条线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也没有 也没有 只有海拉说了一句 这边基本上 只有海拉这边不一样 那边两个都一样 感觉 他们仨就是 同时看到了 地狱之门 呗 我们来看一下 丽莎的条线吧 好家伙 这你也要问一句啊 他怕有 脏东西跟着自己 说是 他原来是 明镇一时的画家 这个丽莎 他的右手 怎么着了 遭遇不幸事故 所以他右手 是搭了这是什么 你看他反着 贴在身边 而且据说这个 麦昆的性别 在他档案里 写的这女啊 你这也太平了吧 你这谁能看出 你是女的 丽莎小姐 说话做事 果然都和传闻中 一样有个性 怎么 藏在柱子后面 鬼鬼祟祟的 偷听我说话 一副见不得光的样子 难道还要我 客客气气的 请你出来吗 是我失礼了 只是看见 丽莎小姐 对这里如此 熟悉自信的样子 一时间 被您成熟的人格魅力 所打动 不小心 这个麦昆好会捧人呀 就是他有一股那种 拍马屁的眉 我看之前 我抽到他的时候 好像也是 他一直在捧 那种舔狗形象 那种感觉 说吧 你不在楼上看着 跑到地下车库 跟着我干什么 手上是几年前 在新城 以惊人价格成交的 那对古董拆信包 衬衫是真斯塔夫仇 包括你的眼镜 胸针 腰带 全都价值不菲 别告诉我 你是来给这里的水泥柱子 炫耀奢侈品 身上仅有的宝贝 都被丽莎小姐看透了呢 在下麦昆 一名在魔女之夜 迷失方向的艺术中介 她是一个艺术中介 Zombies are coming 这边应该是打过了 一轮对战 之后又对话起来 我还以为他们要说 看在我们即将同行的份上 你们马上就变成同行了 是吧 我还蛮喜欢丽莎这种 傲娇的态度的 你们俩一个启迪 一个鬼秘 能成啥事 扇人耳光速度和力量 将手抽走了 我还以为要给他来一下子呢 我看是杜劫还差不多 丑话说在前面 我对你的交易没有兴趣 带你出去只是顺路 所以这是 答应吗 只是顺路 而且我也有条件 第一 别用那么恶心的腔调套近我 我不是形成那些肤浅的老爷小姐 我不吃这套 第二 记得和我保持五米以上的距离 别动手动脚 我得油腻过敏 恶心 油腻 它倒是比传闻中单纯不少 看来今天是轮不到你出场 只是不知道 MBCC的贵客突然大驾光临 会个计划 带来什么变数 你真的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无论是关于艺术馆吃人的真相 还是关于这些黑影怪物的产生 作为带路的谢礼 只要丽莎小姐感兴趣 我都可以回答 搜集信息是艺术中介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相信我 我肯定比语言导览知道的更多 破像一个舔狗 不是谁都跟你这种同袖贩子一样计较什么回报 我说了 只是顺路而已 另外 人和导览的区别不在于信息 脖子上有个东西 叫做脑袋 这么说 丽莎小姐已经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破解了艺术馆的奥秘 破解奥秘 这样的用词还真是高估着理 你是新城人 应该知道十四区不久前发生的梦碌事件吧 艺术馆的黑影和当时的黑泥 其实原理差不多 他们都是极端情绪具象化后的表现 极端情绪 那就能说通了 这次展会的所有展品 围绕的都是同一个主题 恐惧 不错 我们遇到的黑影 就是源自来宾观展后的恐惧 他们这边属于是 信息最快的一组了 我感觉是 其他组都有 有矛盾啊 要不吵架 要不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们好像就特别 特别顺利啊 就像那种已经知道谜怎么解的人 人在玩解密游戏 这也散播什么艺术馆吃人的谣言 然后又被谣言吸引而来 可笑 傲慢愚蠢 唯利是图 猎奇低俗 娱乐至死 流量为亡 他们不是一向如此吗 这场展览 或许就是魔女对他们的惩罚吧 哼 看不出来 您好像也挺讨厌所谓艺术圈的 这和你的中介身份 难道不矛盾吗 丽莎小姐又怎么知道 我不是在骂自己 哼 怎么说呢 高雅与低俗 一直都是一个千古 一来 值得大家 或者说是大家乐死不疲 讨论的一个问题 关于艺术馆和黑影 什么是雅 什么是俗呢 那关于我呢 你真的没有什么想要问吗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可能有人说 你看他们讨论的事情 好像跟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他们刚才说的什么流量为亡 以及他这边这些艺术展 什么的事情 我感觉他的核心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有的时候 你取高和贺寡的东西 不是所有人能理解 一般这种东西 可能被我们称之为艺术 就是你反而 所有人能理解的东西 就不是艺术了 你知道吧 就那种东西 就是俗的东西 但俗的东西 反而是被更多人所喜好的 难道我对你而言 你们没有说过 就是就没有听说过 什么那种高雅东西 就人人手里一份捧人 那种 原来没有 对吧 越是高雅 其实能欣赏的人 越是小众 很多人都是听说了 他高雅之后 他去欣赏的 比如说什么那种 蒙娜丽莎那种艺术 很多人可能觉得 他不好看 你知道吧 但是就听说他很高雅 然后然后过去看看 觉得确实高雅 就这种 而不是从内而外 真心的去欣赏这个东西 对吧 不然的话 不会很多 就是那种口水歌 或者抖音神曲 那么泛滥 就那种 大家普遍喜欢的东西 是 就才是怎么说呢 才是流行的 才是俗的 是吧 没有人会觉得 那种东西 有多高雅 但是 喜欢的人就是多 我就不该对你有什么期待 当然没忘 第二 保持五米距离 不要动手动脚 我不但没忘 还要违反第二条呢 麦云男友力还挺强 刚才经过了一天战斗 应该是 你干嘛 你减速 她确实有点油油的 我感觉 好油腻啊 你 好了好了 你不适合讲那些关心人的话 我会不习惯 我说过 这场展览的意义 你瞎老傲娇了 她背景的BGM 莫涵是一个挺经典的一段旋律啊 但是我有点忘了 是什么了 我才不认可什么交易 少拿这种买卖关系绑架 我的好姑奶奶 言而有幸 可是我最后仅剩的一点 做人底线了 就别拒绝了嘛 还你什么交易 被几只这么弱的小怪 就欺负成这样 我可不放心让你来护送我 很弱吗 果然是冲我来的 现在还没到让丽莎出手的时候 你喋咕什么呢 没什么 丽莎小姐不是说要保持五米距离吗 怎么越靠越近了 原来还是被我的魅力争取 哈哈哈哈 嫌弃了 没完没了乱 看来 我们也像传说里那样被困住了 只要恐惧的情绪源源不断 怪物也会不停再生 有空说消极话 不如赶紧想想要怎么从源头解决它 究竟是什么人 在害怕什么 是呢 害怕什么呢 你记不记得 入夜107年 在贝尔芬阁展出的那幅艳体 不愧是丽莎小姐 这样的环境下 还有心情聊艺术史 这不是闲聊 别打岔 那幅画叫蓝色沙发上的朱迪 描绘的是古传说中 名为朱迪的女英雄 在蓝色沙发上 以耻辱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一生 什么是耻辱的方式 能细说吗 我也有所耳闻 它在展出时 自称是从迪斯弟弟 发现的古老原作 但实际上 只是根据图片文字始料复原的 低劣艳品罢了 我倒觉得正相反 那幅艳品 不但不比原作低劣 甚至更具有艺术价值 嗯 艳品 更有价值 别误会 我并不是要赞扬 弄虚作假的商业行为 只是 比起如实阐述历史传说的原作 那幅艳品 更让我感受到 来自创作者的灵魂 怎么说呢 取掉那些故意做旧的痕迹 就不难发现 作艳画家 采用了更鲜明 更夸张大胆的 星红和宝蓝 浓烈高饱和的对比 让朱迪在这一刻前的生命力 和对于此刻的不甘 都更加鲜明 身为艺术中介 你应该非常清楚 能像安菲尔那样 拥有自己的表达和思考 对于如今的迪斯而言 才是真正不可替代的财富 已经 沦落到这里了 这样了吗 就是拥有自己的表达和思考 已经都是财富了吗 感觉在这个世界观下 创造者好像都已经 同质化得很严重了 是啊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只可惜 那名作艳师 没能复刻安菲尔的神话 只是岌岌无名的消失了 朱迪不是刺激恐惧 产生了源头吗 那为什么 我在那个黑影身上 感受到了第一眼 看到那副艳品的感觉 不甘的 屈辱的 他好像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你和那幅画究竟是什么关系 你是谁的恐惧 你才问那个黑影吧 直接去问啊 啥 你是什么被资本操控的梦想画手吗 理想 不想画 是什么意思 他们的狂恶制 明明要比之前的黑影更强 甚至拥有了一定意识 却没有攻击我 因为 他们可能一开始 就没有将丽莎小姐 视为敌人 你说的对 可以从源头解决恐惧 要么 销毁激发负面情绪的事物 要么 就亲自战胜和面对恐惧 什么 那是你的作品啊 那很可惜 世上已经没有那幅画了 而我 如今只是个平平无奇的中介而已 如今只是个平平无奇的中介 我在猜啊 那幅画会不会就是麦昆所为 然后这是他的恐惧 你忘不了 肮脏的手 肮脏的过去 害怕吧 战力吧 哈哈 发什么胆呢 我不是发呆 是信任丽莎小姐 能够帮我战胜她 在遇到你之前 我根本没有遭遇任何黑影的袭击 你不是迷路 你从一开始就打好笑 是来让丽莎张自己保镖的是吧 麦昆 哈哈 一语成衬 到后面 丽莎破防的时候 我可都看见了 大家记得没有 之前打到后面 追星破防的丽莎 丽莎小姐 是因为蝶这副作品成名的 这对你而言 应该是象征 艺术理想的最重要的影响吧 即便你已经不能再画画了 有一说一 现在我真的已经没有听说过 还有哪个艺术家 因为艺术品成名了 可能是因为我的 视野有限吧 混不进那种高打圈子里 就是真的 我已经感觉现在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艺术家了 就没有那种 所谓的 就是平一键 比如一个作品 一个破具艺术价值的作品 成名的这种艺术家了 当然我说了 也有可能是我的视野有限 接触不到 我就是一个下层人 接触不到这种圈子 有人成名了 我也不知道 麦昆的异能是复制 那那个艺术品 就是你复制出来的 就是这意思 不过 刚刚那个话题 也可以这么说 连我都不知道 说明他也并没有很成名 对吧 如果说想要成名 你起码得让普通老百姓知道 才能成名 只是圈子里的人知道 我觉得算不了成名 就好像 我过去 是吧 明日方舟圈子里 可能也都知道我 或者现在单机游戏圈子里 也有多少人知道我 我甚至 我还能标准 哔哔哔哔哔哔知名 游戏下不住 但是我成名了吗 我没有成名 对吧 我没有成名 你随便找一个路人 去跟他说 你知道石峰吗 他们说肯定不知道 是三轮车吧 对吧 不能叫成名 你竟然能看出他是小姐 我怎么觉得他是男的 您知道这个地方 会激起不快的回忆 究竟为什么还要来艺术馆 复制的艺能 不在上面看着 却出现在员工通道 艳癖 理想 我去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现在才怀疑我 会不会太晚了 不 我的感觉不会错 一路上 你也试图想要 你也想要 你不想要 我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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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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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来自地狱之门的强大异变 要一起上吗 创作本心什么的就舍弃了 从这个时间轴上来看 其实这俩人才是最先到地狱之门面前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在之前 就是他们三个会合那个节点之前 就已经来到地狱之门了 如果你要找的是名为麦昆的游客 他已经离开了 接下来将由我继续为您介绍 本次展览的藏品 什么东西 枷锁 这家伙倒是会挑时候 果然那个MBCC的局长也在这里吗 差点被揭穿作业计划已经够倒霉了 作业计划 我可不想再遇上新麻烦 她是想来复制索西亚的 但是为什么没机会了呢 合着就是进来复制艺术品的 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啊 所以麦昆就是一个小偷呗 就是过来偷艺术品的呗 复制出来就走了啊 人家 那么我们的剧情就看得差不多了是吧 我们就会想让它是这个小偷呗 我们就在这种小偷呗 我们就在这种小偷呗 我可以想让它复制 到这种小偷呗 我们就在这种小偷呗